他炮轰范冰冰真烂!机密天价片酬外泄! 崔永元一步满逢小纲,迁怒范冰冰!图翻设字微博! 范冰冰工作室发声明!图翻设字范冰冰工作室微博!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近日凭在微博上炮轰范冰冰,先是贴出他2010年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叫照片,酸一个真敢发,一个真敢领! 又曝光合约书,上面虽然涂抹掉部分文字,但仍看得出是聘用艺人演出的合同,还有范冰冰的名字,似乎是在针对他。 崔永元日前才因不满冯小纲开拍电影《手机2》,炮轰他和编剧刘振云,冯小纲是渣子大家都知道,刘振云变成渣子速度偏快了一些。 而他会这样不高兴起因于,电影首集中的主角炎手仪不仅是电视节目有一说一主持人,在片中还出轨,完全规则又患忧郁症,让外界认为是以崔永元为原型创作。 虽然冯小纲及编剧否认,仍让崔永元形象受损,两人也因此结下梁子。 所以崔永元一连串迁怒范冰冰的行动,应该是因为他参严首期二,所以他先是PO出范冰冰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交照片,酸一个真敢发,一个真敢领。 后又曝光述章和约书,内容谈到聘用范冰冰参加本片的演出,片酬为一千万人民币,约台币四千七百万,如未在饭店用餐,需支付一人每顿一千五百人民币,约七千一新台币,以及随行人员每人,约九百五十新台币,等条款,让他直呼你不用表演,你是真烂。 而今早他有疑似暗示,范冰冰用大小合同签约方式,拍摄四天就有片酬六千万人民币,对此,范冰冰工作室也发出严正声明,指他公开机密合约是破坏商业规则,并构成棒,并针对侮辱范冰冰行为,要求删掉侵权内容,并保留法律责任。 终时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